字幕提供 這是遊客馬場 然後今天的話 蠻開心的就跟朋友 在這邊體驗一下騎馬 其實我沒有騎過馬 就來看看 那個騎馬的樂趣 然後順便看一下 這裡的環境 這裡好像我記得 玩很到好像也有來拍過 所以 其實之前都蠻想要來看看,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然後這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都是屬於小木造型的 就大概一間一間這樣子 這邊又看到好幾隻馬 這些馬真的是自由活動 然後自由跑來跑去吃這場 這隻就跑到這邊來,然後吃的場 它很餓哦,拼命的吃 真是 哈囉,哈囉,哈囉,哈囉 不理我耶 感覺好像穿那個高腳的馬鞋 這樣就好嗎? 還有滑子 左中央壁的我要準備去騎馬 前面的馬 馬墊還是很有 好,前面的 還有一台馬 站在那邊 好哦 還有狗 狗在管理 好哦 可以摸摸吧 你好乖哦 欸,你要不要吃 我還沒錄完就吃完了 超快 開始自由活動的馬都一騎 都跑不來了 超熱鬧的 自由活動的 好,就我們走了 好啦,現在換我自拍了 就有 很大的山林 然後可以 嗯 騎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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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了,那我們現在沒有休息一下 來看前面囉 好,我們就這樣 呃,大概 一小段這樣 回來 算是半小生 這個 的路程 那又可以鎖細 那今天天氣也不錯 真的蠻滑的 然後馬真的很輕鬆 就是有機會 都可以來嘗試哦 真的蠻滑的 那小朋友可以來餵餵嗎 嘿嘿嘿嘿 你要讓我下來啊 你要去哪裡 沒有,我可以直接挑下來嗎 呃,這是我第一次騎馬的體驗 然後之前的話 呃,有看過人家騎 然後或者說去一些農場的話 他們也都有 那之前的話其實 也都蠻想騎的 可是 就一直沒有去嘗試 那這次的話 想說 欸 看到朋友他們 之前 有在PO的訊息 然後想說 就利用這次來 那個 騎騎看 那 呃,覺得 以他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這裡的話 就是整個都是野外 然後你去溯溪 可以去 呃,森林 的其他地方 那 這樣的話 其實 就是 至少我覺得啦 就是 個人覺得 筆花幾百塊 然後 就是 只能在 裡面繞圈圈 可能要來的 感受會比較好一點啦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你們可以來體驗看看 我是覺得價格上面 事實上還可以接受啦 那 你們可以來體驗看看 OK 我們可以來體驗看看